用 column 跟 row 加一個 index 把它放進來 然後再來用 mid 或 replace 其實用 fine 也可以 再來的話我們會需要 把那個 冒號前面的東西 把它去除掉 這個刪掉 當然如果你要用資料剖析 你可能可以剖 可是問題你要先把這個裡面的公式 先選擇性貼上只有值 才能剖 可是剖開來之後你還要再刪 有點像也是 都是要用滑鼠鍵盤 用人工來做 所以我是建議 以後如果 必須用滑鼠鍵盤做的事情 盡量可以把它轉換成 不要用滑鼠鍵盤 因為你如果一直用滑鼠鍵盤 勢必就是一定要人工去 才能做完那件事情 那相對你那個 工作效率就沒辦法提升了 所以盡可能可以想一想 有沒有什麼方式來完成 這件事呢 所以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 其實有 有哪些線索可以 循 你會發現上面藍位名稱的字數 剛好1234 1234 再加冒號再加下一個字 那我不就用滑鼠鍵盤的就OK了 配合LEN 有沒有 這兩個字 兩個字 四個字 剛剛好 所以我可以怎麼做呢 一 我可以先把這個公式 先把它剪下來 二 插入一個 剛才用密的函數 因為我試過很多方法 我用fine 用replace 又很多 大家發現用密的好像最簡單 按確定 按確定 接下來呢 把剛剛的公式貼到text裡面 就這一個 那star number 意思說 從哪個字開始 1234 56 應該是第六個字 可是我不可能輸入6 因為底下不見的都一定是6 所以我可以透過上面這個欄位名稱 那外面加一個LEN 算他有幾個字 LEN 錢瓜糊 這個 裡面有四個字 那我基本上呢 可以從第四 第五 第六 所以要加兩個字 因為我從冒號的下一個字開始取 那取幾個字 你想說 日期八個加一槓一槓十個字嗎 可是問題 如果你輸入十個字 那以後面 其他 後來我發現一個 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取巧的方法 你就輸入99就好了 為什麼99呢 因為後面 我除了冒號以外 以後的所有字我都要了 那我如果都要的話 很簡單 你輸入一個 大於 它的總長度的一個數字 就可以了 其實輸入 9不行 9太小 99 OK 好 那這樣的話就後面都要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向右 向下 向右可以 但是向下不行 為什麼呢 看一下LEN LEN的話 如果我要鎖 如果我要鎖 特別說 向右 藍不能鎖 因為我要再抓 E F G 對不對 可是向下 你一定要固定在第一列 OK 所以特別說 你必須在哪裡呢 在E的前面加什麼 加一個前的符號 但是在D的前面不能加 如果你前面加變 每個都四個字 那不對 有兩個字啊 OK 好 然後按確定 好 向右 向下 這樣的話呢 就大功告 最後你就把 D E F G 這四欄選起來 快點其中一條線 兩下 這樣子 就 大功告成了 OK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VBA 其實VBA的話 有沒有比較複雜呢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VBA來寫 反而感覺好像變簡單了 為什麼 因為你是 公司很簡單 你要輸出到哪個範圍 你就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九列 For J的話呢 第四欄 4567 那這個是For J 有沒有 這好像前面有用過 這個範圍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怎麼樣 抓資料呢 就直接丟到這裡面來就可以了 所以後面的話你就直接 再把那個丟的這個資料丟過來 其實就可以一下子完成 程式實在不多 基本上要寫完 底下也有 在這裡 人是芬蘭 For I for J 輸入什麼東西 而且MID我都寫進來了 然後K等於二 從 應該是從 第二 第二列開始抓 OK 然後每一個抓下一個抓下一個 幫我丟丟丟丟丟丟 那外面幫我密的 其實結果就OK了 其實跟剛剛那個滿像的 只是那細部分 我們待會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 剛剛那個怎麼去切 用密的先做 待會再來看 有關VBA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 按摩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